大家好 我是小林 点赞订阅 小林采金 每天 给大家带来最新鲜 火爆 好玩的 中国经济的 坏消息 你看我前一个视频 才说完吧 我说现在 不要再想任何利率的问题 不要再想任何 赚钱的问题 不要再想 现在 这个时代就是个乱世 想的 就是保命 就是保本金 把命保肉 活下来 那就是王道 那比什么都强 不要再想 我这不占了个便宜 多了一点点利率 不要再想了 你看 马上来了两个素材 给大家分享 都是直接 本金都没了 本金都没了 第一个 先说一个闲潜易懂一点 有潜入深 是吧 银行直接就取不出钱 荷兰许昌龙商行 旗下三家农村正行 突然就提款难 他现在说系统升级 看看怎么回事 日前了解 获悉 4月18号起 位于荷兰 三家村正一样 互联网存款 突然提现困难 三家村正一样分别是 郁州 新民生 村正一样 上菜惠 惠民 村正一呢 和拓城 黄淮村正一呢 那听都没有听过 哎 都是肯定是利率 优惠一点呢 然后很多人就存进去了呗 原本在杜小满APP上 购买上述三家银行的互联网存款 哦 还是通过杜小满百度 之后由于监管对互联网存款进行整改 他们收到银行短信称 可在银行微信小程序上继续购买该行存款 可随时提取金额在几十万上下不等 年化利率4.1 4.1 现在中国的实体年化4.1的生意没有 你不要说4.1了 不亏钱就不错了 就不亏钱就不错了 所以现在底层资产全是亏的 那你也知道了底层资产全部是亏的 你说搞什么呢 这些银行这些就就取不出来 你看取不出来 4月18号小程次序突然出现故障 APP出现问题 打电话全部没按揭 直接就取不出钱去到现场 系统升级 你闹闹保安还把你抓起来 不要指望警察 不要指望警察 这些银行都有专业的法务 他要给你耍太极 可以给你耍十年我告诉你 就取不出来 你可以去告啊 你可以去起诉啊 他可以慢慢给你打十年官司 你信不信 搞不定的 也不是说大小银行了 现在你存个大银行也没有卵用 现在不要去比那个 就就比如我之前说那个很 当时还有人在说什么一二线城市还行 三四线城市不行 现在就不要比这些了 你去比这些没有卵用 什么一二线城市还可以 你看现在上海是不是一线城市 是吧 上海比较安全啊 一线城市比较文明 不要做这种 比较小清新的对比 那就是街 当你这个观点 连街上面的大妈都能认同的时候 这个观点可能就是错误的 当然我有时候这个是矛盾的 我们做频道有时候 那这个观点要大家都很容易接受 有时候啊有时候要肤浅一点 那可能阅读量还高 有时候呢 那都不太过于精确 有时候阅读量还不高 毕竟很多的观众的水平就没有那么高啊 对吧 所以这个虚高厚寡 有时候啊 虚高厚寡啊 嗯 也不要聊到哪里去了 所以也不要对比什么大银行 小银行 不要这样对比 没用 大银行 亏点钱呗 现在亏钱也常见 什么工商银行也亏钱 哎 也没有卵用 之前那个 那个什么原油宝 中国银行嘛 不也大银行嘛 还有女子 哎呦 这个就是个笑话了 支付宝网上银行存入一百万 无法取出 找银行客服 银行发起了灵魂扣问 你储钱出来干什么 要出事取款用途证明 哎呦 我操 哎呦 你取钱干嘛 你要自由干嘛 你要吃饭干嘛 哈哈哈 现在常理都是这样啊 他 我我说了 他还有专门的法务 他给你说的一道一道的 你信不信 你去到法庭你的书 真的 他可以可以说 我们是按照程序 要你这个使用用途证明呢 所以你没责 你还没责 中国就是这么晚 哎呀 所以所以就是 现在就跑路是正式 其他啥也别说了 还有一个 养老啊 你看 85年的时候 只剩一个好 政府来养老 1995年的时候 只剩一个了好 政府帮养老 05年的时候 又过了10年 养老不能靠政府 2012年 2012年 才过了7年 推迟退休好 自己来养老 是吧 2015年 一个男养老 再生一个好 哈哈哈 哎呀 就是你想想 我想经过啊 这三年呢 这个疫情以来对中国人的训练 现在在推我 我琢磨一算啊 掐指一算啊 现在推延迟退休 我感觉压力可能不大啊 因为中国人真的被训得 须须须 服服帖帖啊 这一次啊 真的就是 明年就是推延迟退休 我估计强烈 没有一点声音 全部被收拾了 真的啊 所以这三年呢 我现在见到有的频道说 剥夺性训练 哎 这个是有一点道理 啊 但也不是说就是 韭菜话 更加的就是 没有一点点脾气啊 天天你张开个嘴 你想想多难受啊 抠你喉咙 天天你主动去给喉咙他抠 这样 这一种一种训练 训练着训练的 那个真的是不是开玩笑的 那真是一种训练的 然后 不给你翻车 然后 给你去那什么方向医院啊 那都是一种 让中国人就是 比较习惯于一种就是 那种那种生活嘛 让你习惯那种就是极端的艰难的生活 真没开玩笑 哎 延迟退休啊 这两天 这昨天就出了嘛 这个叫做关于推动个人啊 今天出的 个人养老金发展的意见 里面 里面 里面就提出 推动发展 适合中国国前政府支持 就是 个人志愿市场化运营的个人养老金 以前不有个养老金 怎么又搞个个人养老金 我就早早就说了 这个第三支柱嘛 之前我们是分析过的 他到时候会大量缩减基础养老金 少发也能解决问题啊 全部砍掉一半 全部少发 少发你怎么办呢 少发 那你 或者说追不上通胀 那你就要 要解决你的养老问题 你就不能完全靠政府嘛 你搞个个人养老金 你自己去存 你要多一点 其实这个是扯淡 本来就有商业保险 要买我买商业保险得了 这个其实他做这个个人养老金 他就直接跟商业保险竞争 然后他举出很多案例啊 说什么美国啊什么的 这里面就有点重叠 因为你本来就有一个 叫做社保嘛 社保里面就是养老金 然后你再搞一个 这个也不是说不行 但是呢 还是个公信力的问题 现在谁信呢 一个是没人信 再搞一个个人 什么个人就是你自己 再存一个养老金 存到政府了呢 存在政府 他这这么肉质的观点 我不知道谁信啊 就存在他那里 你就不会随便花掉 如果自己存的话存不了 哎 哎呦 你说你骗点大学生可以 你要是骗 哎呀 是不是啊 这是一个方面 现在就没人信呢 没人信是一个方面 还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 没钱 也没钱呢 现在他说什么 我就觉得匪夷所思 他说我们现在是 他给个上限 完全由个人承担 实施完全累计 然后上限 上限是一年一万二 一个月一千 然后他怎么鼓励呢 他说啊 如果一个参保人每个月啊 他本来是高收入人群 其实这个就你想 他举的例子是一万七个月 那属于很高 在墙内 真的墙内一个月有一万七 属于非常高收入的人 然后每个月保费扣除限额为一千 然后实施个税延地政策 每个月可扫缴个人所得税250 一年累计扫缴个税三千 然后你就存了这一万二 一万二 然后就扫交了三千 实际上就变成了存九千 但是实际上 就以自己给的九千 一万三 然后存了一万二 就这个意思 对于高收入人群呢 这个数确实是划算的 比后面数划算 但是我说什么呢 不要算利率 他给你算利率 到时候就瞄准你本金了 所以这个 一个到时候它是可以调整的 一调整你死悄悄了 随便调一下公司 你就充公了 然后这个它还可以可以亏钱的 它就直接就可以亏钱了 这个是理财产品来的 它理论上就可以亏钱 又补 又填这个就拿去填了社保的窟窿 社保本来一个大窟窿 但是问题出在哪 问题还是出在那个双轨制那里 中国什么的双轨制 养老双轨制 外汇双轨制 那个外汇 你看你想想全全国人辛辛苦苦着 每个人劳动赚取的外汇 那怎么就只有你要你批准才能用呢 每一个劳动人民群众去去去去制个衣服 制个纺织品 然后要起早贪黑的制作一点小商品 小玩具出口 赚的这个外汇怎么怎么就就就要你批准才能用呢 你想想吧 外汇也是有的人能用 有的人不能用 权贵可以用 老百姓不能用 然后养老金也是被公务员 公务员就 那个是把不用交交一点点 每个月退休几万块 你想呗 所以是什么都双轨制吗 活类 除非你就能挤进那个体制里面吗 要不然就是全是被收割吗 体制里还要是在体制里面的顶端 底层也不行 所以真的是很难 太难了 这个养老金 其实他搞这个严实退休就不远了 严实退休就不远了 这个是打提前的 给严实退休打提前 而且割的是高收入的韭菜 专门割那种收入肉高 然后肉移不了名的 比如是公务员 所以你看到的 其实公务员就是长得壮一点的韭菜 或者说是叫做 帮共产党保管着一点点钱 共产党什么时候说完全收回 那一点脾气没有 一点脾气没有 所以就是这样 所以大家 啥也别信了 这个养老金是没有指望的咯 这些就绝对收不回来的了 我自己还有一点 我交了十一年在国内 不要想十五年 你一想十五年 你又想先行 他到时候就修改了 就修改为二十五年 我是不会交的 到时候有机会就退 能退就退呗 如果规划了 规划了 就就就就就就就 到时候取消国内 能退就退吧 都退不了 估计也退不了 退也没有多少钱 也算了 等我规划了 我就共产党 你就还在不在都不知道啊 也算了 别去想这些东西了 算了 天天都得 算了 也也是 也算是反共吧 但我们真真没有说 特别去反共啊 就是就是就是吐槽一下 但是但是也也也 他肯定会理解为反共 对吧 然后理想你反共的话 还要还要还要想想 从那个湖嘴里面拔牙 拿回来捡退休金 我估计就别想了 算了 他 我也不认识他 他也不认识我就算了 你想想 就共产党不要来烧 我也我也我也 我也就我也就在墙外啊 是吧 我就在油管上面 吹吹点牛逼 反正油管吹牛逼的 不止我一个嘛 个个都在吹嘛 是吧 那就算了 哎呀 拉倒呗 先说到这 觉得有点意思 点到这个分享拜拜